各位参加2017人工智慧高峰论坛的贵宾 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人工智慧就像是先前的3D列印 万物联网 虚拟实境一样 可以说是当下极为热门的专有名次 然而就像以上几个技术一样 随着科技的逐步精进 同样重要的是 人工智慧也应该经过一段除媚的过程 除媚简单来说 就是要透过原理的揭露 以及应用方式的教学 让人工智慧的使用能够更为普及化 而且也让大众更加了解 应该要如何和这样新的物种来共存来互动 在可预见的未来 人工智慧的强项将是分担人类 在一两秒钟里能够处理的思考 也就是说 任何现在大家不假思索 就可以做出来的判断 都可以外包给人工智慧来处理 相同的例子 就好比人类在很久以前 进入了已知用火的状态一样 在了解如何控制火焰之后 人类就把一部分消化食物的功能来交由火 帮忙在外面处理 当然火的使用有它的危险性 同样也经历过一段除媚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简单判断的勇士 交给人工智慧之后 作为人类 我们就能够也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跟精神 用在社会创新上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 生而为人的同理心 想象力 以及合作更好的精神 毕竟 人工智慧对人类的真正挑战 并不在于有多少人类的容工会被取代 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发挥人性 来让人脑和电脑都能够各展所长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预祝这次的论坛圆满顺利 大家慢载而归 谢谢